南太平洋这个9一批已经升级为02批 甚至在下午就变成了这个澳洲巨型马尔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除天心看气象 气象看主天心啊 我们知道这个9一批过去一天两天 都是在这个索罗曼庆达的附近徘徊当中 但是今天下午一座除夕的 往这个东南方向一直发展当中 变成了这个马尔去旋啊 他是来到哪里 来到这个南尾12度啊 东京172度 离这个北基西北方向大概800公里左右 这个马尔去旋啊 他走的方向一直靠近东南方向 但是他不会登陆这个北基 他从北基的西边经过 他现在是来到这个南尾12度啊 东京172度 离这个北基还有800公里西北方向 但是那走的方向啊 一直往这边过来之后 他中间气温子现在是压降到 九百九十十多块 中间是这个85 相当于九级啊 每秒可以跑二十三米 算是蛮快的系统 不过他非常短暂的 经过这个北基的西方向之后 就慢慢变围络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短暂的这个红包系统 还有他是这么短暂的 经过北基之后 就慢慢消失在这个北基跟这个 纽西南之间的海财里面 所以这个啊 马尔他是比较短暂的 到底啊 这个马尔会不会像预测单位所预测的 一直走向动物满满小 消失在飞在附近呢 请订阅收看 首先先看一下 谢谢大家 拜拜